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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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制度 省道府县 这四级呢 都具有审判机构的这样一种功能 省道府县的主官也有审判的职责 那我们说林则徐啊 在他一生当中干了很多的官职 所以也审了大量的案子 比如说1834年林则徐审了140多期案子 1835年呢 他审了160多期案子 现在我们算了一下 平均这个林则徐啊 每个州要审三期案子 非常频繁 那么我们发现 林则徐在审判的时候啊 他有两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 一个时间段是他担任江苏暗查史的时候 另一个时间段呢 是他担任江苏巡抚的时候 就在这两个时期 审案比较多 那么在他审理这些案子当中 林则徐他的审案有什么特点呢 在这里啊 我把林则徐审案的特点 概括为四个方面 我们看这第一个方面 叫做法情病重 所谓的法情病重啊 就是林则徐在审案的时候 既要维护政府法律的这个尊严 要依法办事啊 但同时呢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考虑到老百姓的疾苦 这是林则徐审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823年的2月17日 这一天 林则徐被任命为江苏暗查史 上任了 就在他上任的这一年的夏天 江苏省就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水灾 水灾很大 那一段时间连续下暴雨啊 十几天下雨 昼夜不停啊 这样在江苏省的境内 就有42个州县都遭灾了 人员 牲畜 大量的被淹死了 房屋也倒塌了 特别是长江两岸的这老百姓啊 这些农民啊 几乎是颗离无首瓦 灾情非常严重 那么受灾最为严重的 应该是江苏省的松江府 在松江府啊 有一个县叫楼县 楼县的支县叫李传三 这个李传三啊 没有尽到责任 震灾不利 一方面没有把灾情 及时地向上级报告 另一方面呢 也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 这样 这些受灾的灾民 就有意见了 就不干了 就到县衙去请院 要求解决生活问题啊 吃不上饭了 李传三呢 害怕酿成事端 就答应这些灾民 他说好 大家不要着急 我立刻向省里 反映这个情况 尽快地呢 让省里下播一些 救灾款和救灾的粮食 那么这样 老百姓就期待着 可是呢 当时的松江府的支府 叫杨树基 这个杨树基 听说李传三呢 要到省里去 去要救灾款 不同意 他说啊 现在救灾的实现 已经过了 你现在要救灾款 不等于挨骂去吗 不行 不能要 那么这个消息 又被灾民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 这个灾民就不干了 他说为什么不让 去要这个救灾款呢 于是就有一百多名 楼县的灾民 拿着吃饭的破络 就聚集到了支府衙门 又是请愿呢 那么请愿的这一天 是八月二十号 这一天 刚好赶到 赶上这个支府衙门附近啊 有一个城隍庙 来城隍庙里 还愿的这个老百姓啊 很多 当灾民们 聚集到支府衙门 门口的时候 这些还愿的 这些乡亲们呢 看热闹 围观 那么这样 就聚集了一大群的人 杨树基 就升堂了 要处理这个 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样 不仅灾民 涌进了大堂里边 就连围观的群众啊 也进入大堂 当时审案的大堂 地方不大 很小 又进了那么多的人 就开始产生拥挤了 这一拥挤不要紧 就把大堂里的 有一个半截的栏杆 给挤断了 挤断了之后啊 这个战堂的造力 大声的 就是呵斥 不准拥挤 结果这一呵斥不要紧 这些灾民 一下子就愤怒了 为什么要核斥我们呢 于是大家开始躁动 跪在地上的这些灾民 都站了起来 杨树基一看啊 大堂的局势不好控制了 赶紧喊退堂啊 这一退堂 更加激起了灾民的不满 这些灾民 就冲到内属里边去 冲到大堂里边的 大厅里边去 冲进去之后啊 有一个灾民叫沿海关 这个沿海关呢 就捡起地上 那一段被冲淡的栏杆 就扔到了这个杨树基的脚下 还有一个灾民 叫吴松关 这个吴松关呢 也冲进去 扯坏了杨树基的衣服 这个沿海关呢 还打了杨树基一下 这样就坏了 事情就闹大了 杨树基立刻就调来了 当时的清兵 在提督的率领之下 就赶到了现场了 赶到现场 首先就把所谓的 这个闹市的灾民啊 抓起来九个人 后来陆陆续续地 又抓了十几个人 那么这样就酿成了一个 群体性的事件 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 这个杨树基呢 就把情况上报了 当时的江苏巡抚 韩文奇 韩文奇一听不得了 这在当时啊 这样的群体事件 是非常严重的 冲撞大唐 大闹公堂 还要殴打 这个官吏 这叫什么 这叫犯上作乱啊 要造反啊 这可不得了 于是韩文奇 立刻下令 就让当时的一个 后补道叫钱俊 和案查使林则许 一起来处理这个案 并且韩文奇交代 抓到兴犯 要严厉地成熟 在封建时代 最严重的案件 就是犯上作乱的谋逆之案 而机民殴打之府 这在封建法里 是不可宽幼的大罪 江苏巡抚韩文奇 政治基于这样的认识 下令林则许 严惩造反的机遇 那么主管一生刑狱的林则许 究竟会如何执法呢 那么林则许呢 很快就赶到了松江府 到了松江府以后啊 林则许非常冷静 那么这种案子 我们说 拿到今天来看的话 它只不过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一个 群体性的事件 处理起来并不复杂呀 但是在当时不行啊 大家想一想 在封建的时代 阶级矛盾非常的尖锐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发生这样的群体性事件 看得是非常严重啊 处理起来也是非常严重 这个案件 如果我们说 不是林则许在审理的话 换一个人来审 有可能就有几十人 人头落地啊 甚至还会牵连到 他们的家人 但是这次这个案子 是由林则许来审 那么林则许 他会怎么去做呢 林则许来到松江府之后 他首先要了解案情 了解了案情之后 他认为 这个案子是由当地的支县 支付不作为引起的 你没有做好啊 老百姓才不干了 同时呢 又是因为这些受灾的灾民 特别是一些鸡民 吃不上饭的人 强烈地要求赠灾 才导致的 所以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百姓的疾苦 不要扩大打击面 就是要把惩处的范围啊 压缩到最小的程度 林则许呢 就抱着这样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来处理这个案件 后来呢 经过认真的调查 了解 最终林则许做出判决 怎么判决的 就把打了杨树基的 这个沿海关呢 判处斩刑 一个人死刑 其他还有17个人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我们说 这一个判决的结果 在当时 已经是非常轻微了 那有人说 为什么这个 当时判案 那么严重啊 这是由大清的刑律 这种严酷性来决定 与此同时呢 林则许 还把楼县的支县 李传三 割职了 支府杨树基呢 交付查役 什么叫交付查役啊 查役 就是要进一步地 对他进行观察 进行审议 看他和符合不符合 支府的条件 还能不能干支府了 这实际上 是朝廷的一种 宠罚的措施 所以这样一个审判的结果 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啊 人们都称林则许 为林青天 那么看你说 案子处理到这个程度 林则许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可是呢 在林则许这个地方啊 事情并没有结束 林则许认为 他自己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林则许要帮助灾民 渡过难关 于是林则许 就向江苏巡赴 韩文齐提了很多很多的建议 那么这些建议呢 后来都被韩文齐采纳了 比如说 政府应该要求士绅们 向这个灾民啊 发放评价粮 甚至有的时候啊 你可以先赦给这些灾民一些粮食 还有官府应该允许这些灾民啊 要围围补充粮食 什么叫围围补充粮食啊 这个围啊 是当时低洼地区的防水的一种大坝 那么这种大坝啊 在平时的时候 你是不准种粮食的 但是现在呢 是特殊时期啊 是遭灾的时候啊 官府应该允许这些少地的 这些农民 利用这个大坝 补充一些粮食 这个措施 得到了老百姓的强烈的拥护啊 特别是林则徐 还采取了一种 最重要的措施 这是什么措施呢 水灾过后 有一些灾民的家里 连公牛都养不起了 牛也不起了 这个牛要吃草料啊 养不起了 那么灾民家里呢 也没有粮食了 生活也没有着落 所以有些灾民呢 就想把自己的公牛杀掉 然后 吃了它 渡过难关 林则徐听到这种情况之后 就感觉到 这个事情不好 为什么呢 他说如果我们把 公牛杀掉的话 会影响第二年的农业生产 公牛在当时 是非常宝贵的这个 劳动资料啊 是劳动力啊 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怎么办呢 林则徐想了一个办法 他说政府 要成立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呢 林则徐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 荡牛局 荡牛局的职责 就是把 这些养不起的公牛 集中在荡牛局 当中集体喂养 由政府来承担 等第二年春耕的时候 再把这些公牛 发给大家 那么这样又 既减轻了灾民的负担 又保证了 第二年的农业生产 所以这个措施啊 老百姓是 更加拥护 大家想一想 在那样一种官场之上 林则徐能做到这一点 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所以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啊 欢欣鼓舞 有些名士 当地的名士 就写成诗歌 来传送林则徐的功绩 其中呢 有一首诗歌 这首诗里边啊 有两句 诗中说 死恩重秋山 万牛回首富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林则徐啊 恩重如山呀 万牛回首 都表示敬服 所以林则徐 在江苏省 威名啊 进一步地 就传扬开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特点 林则徐在地方任职多年 虽然调动频繁 却始终忠于职守 认真办事 任老任怨 他在自己的任期内 心力除弊 一批冤假错案被昭雪 一批陈年基案被审结 林青天的名声越来越大 这也为他后来 熟理三任总督 两次受命钦差大臣 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和办事能力 那么面对一起 圣女问题引出的邪教指案 林则徐如何找到事情的根源 面对一起九年前的积压尘案 林则徐又是如何让案情 大白天下的呢 第二个特点 叫利弊冤狱 在清代的晚期 由于地方官吏 有的时候是不负责任 有的时候呢 办案的水平不高 技术手段不强 就造成了很多的冤案和错案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冤假错案 那么林则徐在办案的时候 他就告诫自己 要尽力地避免 这种冤假错案的出现 中国有句俗话 叫做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这是指一般规律 那么这句话 在婚姻自由的今天 也是不一定的 我们今天的社会之上 也有终身不娶的男士 也有终身不嫁的女士 这种情况都有 封建时代 男女不平等 男大可以不娶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女大不嫁 这就成了问题了 一个女子 如果到了该出嫁的年龄 你还不出嫁的话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轻则被看成是有伤风化 重则被认为是邪教 当时的政府对邪教的处置 那是非常的严厉的 那么林则徐呢 就办过这样一个案子 道光十四年的六月 也就是公立 一八三四年的七月 有人呢 向朝廷举报 说是在江苏省的金山县 有一个镇子 叫朱镜镇 他说朱镜镇上 坏了出事 出什么事了呢 他说有些妇女啊 终身不嫁 在家一直到老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并且这种情况 还不是少数 这个举报的人就认为 这是一种邪教啊 就报告了官府 最后呢 这件事情就上报到了 道光皇帝那个地方去 道光皇帝一听 这还了得 在江苏省金山县 出现了这样的邪教 这个不行 立刻就下了一道上狱 这道上狱 有这样一句话 大家可以看一看 皇帝在上狱当中说 奸民习教传途 聚众烧香 蛊惑香雨 最为地方之害 不可不言行查戒 意思就是说 对于这样的情况 必须严厉地禁止 于是道光皇帝 就让两江总督陶树 和江苏巡抚林则徐 你们俩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处理好 并且要尽快地把结果报给我 林则徐接到圣旨之后啊 对处理这样的案子 是非常谨慎的 他自己就琢磨了 他说这种情况 如果真是像举报人说的那样 有终身不嫁的妇女 并且是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是大面积的都这样来做 那么就应该按照邪教来处理 但是 如果是个别的现象 甚至是举报人道听途说的 那么我们就要查清楚 还给当地的妇女一个清白 不能造成冤案 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下 林则徐就开始认真地进行调查 他自己就派人 化妆成当地的老百姓 就深入到朱经镇去调查 并且呢 让这个金山县的支县 叫魏文勇 让魏文勇呢 你挨家挨户地去查 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结果出来了 什么结果啊 结果是这样的 他说在朱经镇当地啊 到了年龄不娶的男士 比较多 到了年龄不出嫁的女士呢 比较少 那么这些不出嫁的女孩子 是什么情况啊 大多是因为家里贫穷 买不起嫁妆 所以到了年龄呢 还没有出嫁 即便是这样 也是往后推了一两年 也不是终身不嫁 也就是说 在当地啊 没有终身不嫁的妇女啊 那么林则徐 这个情况调查清楚之后 就和陶树一起 给皇帝上了一道作者 在这道作者当中 林则徐就为当地的妇女 来辩白 就避免了一场冤狱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特点 林则徐办案第三个特点 叫做解决陈案 民间的这个案件啊 多种多样 而且有的时候啊 非常复杂 再加上有的地方官吏不负责任 那么就造成有些案件啊 一拖就是若干年 成年旧案 林则徐上任之后啊 对这种成年旧案 他从来不怕麻烦 为了社会的稳定 他一般的都要尽快的 把这些案件审理清楚 1834年的11月 林则徐呢 就审理了这样一个案 1825年的11月 也就是林则徐在审案子之前的 9年以前 在江苏省的清河县 就发生了一个案 当时清河县的县民 叫徐瑶春 这个徐瑶春呢 他是一个武生 什么叫武生啊 在清代啊 科举考试的时候 他分文武两科 那么考武科的这些武学生 就被称作是武生 他是一种考试的资格 那么这个武生一般的都会武艺啊 练武之人嘛 会武艺 这个徐瑶春 这个家里啊 丢了一头驴 徐瑶春呢 就四处寻找这头驴 找来找去 就来到了本县的一个村庄 叫安家庄 在安家庄 他就发现了这头驴了 这头驴在哪里呢 在安家庄的一个村民 叫安云部的田地里 发现了驴了 驴是发现了 但是呢 这头驴已经死了 这个徐瑶春就认为啊 我家这头驴死了 与你安云部有直接的关系 于是啊 这个徐瑶春就回到家里 就聚集了他的族人 一大帮子 这些亲朋好友啊 拿着凶器就来了 在他这些亲朋好友当中 武生很多 都会在武功啊 还拿着凶器 那么在跟安云部 进行理论的时候啊 这个徐瑶春 就用长枪 就把这个安云部给扎伤了 扎伤以后最后致死了 就是出人命了 徐瑶春一看 是不好 杀人了 丢下凶器就跑了 他的族人也四散 安云部的儿子 叫安定国 这个安定国就不干了 他说你把我父亲给杀死了 我要告你 于是就告到了支付衙门 这个支付衙门 没有抓到兴犯 徐瑶春跑了 没有抓住 支付就说了 没有兴犯 我怎么来审理案子 于是这个案子就没法审了 安定国不干了 安定国说你没有兴犯 案子结不了 我父亲怎么办呢 于是他又告到了总督衙门 总督衙门依然 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他说没有兴犯 案子不能办 这样一来 这样一个杀人的案子 一直拖了九年的时间 九年以后啊 这个安定国再也忍耐不住了 一气之下 写了一个诉状 进京了 进京 进京告状 就告到了 督察院 道光皇帝一看案情 立刻指示林则徐 他说江苏巡抚林则徐 尽快地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林则徐接到案子之后啊 公身办案 自己亲自去办理案件 阻论了 阻论了很多人 调查了很多当事人 还 阻论了很多的证人 最终呢 林则徐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决 在没有抓到兴犯的前提下 他也做出判决了 第一 把徐瑶春 这些族人当中的武生 这个资格全部割除 同时呢 对参与此案的这些人 要打八十仗到一百仗 不等 这是第一 一个判决 第二个判决 你安定国 进京告状的时候 在状子里 不仅告了这个徐瑶春 而且还告了各级的官府 说各级官府呢 没拿到兴犯 是因为当差的人 和兴犯串通好了 放走了兴犯 你在状子当中所说的 不是事实 属于诬告 那么对于诬告怎么办 也应该进行处罚案 当时林则徐考虑到 安定国 父亲的命还没有长 有穷可原 就免于了处罚 第三个判决 就是命令 清河县的支县 立刻擒拿兴犯徐瑶春 抓到徐瑶春之后啊 要严加惩处 后来啊 我们说这个兴犯徐瑶春 一直也没有抓到 但是呢 林则徐 用他的智慧和能力 解决了一桩成年旧案 稳定了社会的秩序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特点 在封建社会当中 由于阶级压迫深重 民告官的案件非常之多 这种案件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很容易酿成民变 那么林则徐对这个案件 究竟会采取什么办法 他的断案 能否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呢 请继续收看 走进林则徐 别样林青天 第四个特点 澄清事实 这是林则徐办案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封建社会当中啊 由于阶级的压迫非常的深重 在地方出现了很多民告官的案件 林则徐很清楚 这种案件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就很容易酿成民变 于是呢林则徐给自己办案 就制定了两条原则 这第一条原则 就是要充分地考虑到 这些夏从林群众的利益 保护他们的利益 但是第二条原则 也不能够冤枉了一些 廉洁清廉的官吏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两条呢 林则徐认为 关键就是要澄清事实 追求事实的真相 1833年的1月 林则徐呢 就办了这样一桩案 1831年的夏天 江苏省苏州府的东台县 发生水灾了 淹了很多的田地和房屋 但东台县的支县呢 很负责任 做得还很到位 就先行申请了一部分的救灾款 来复序这些灾民们 就在这个县里有一个村子 叫瑜伽舵村 瑜伽舵村 有一个村民 叫唐瞻齐 这个唐瞻齐啊 当水灾来的时候 他为了多避水灾呢 逃荒去了 走了 当县里 发放救济款的时候 唐瞻齐不在 等救济款发完了 唐瞻齐回来的时候 没有发到他 他没有拿到救济款 县里的救济款呢 也发完了 这样一来 唐瞻齐就不干了 就非常的不满意啊 他说大家都有救济款 为什么救我没有啊 于是 他就在村子里进行调查 到底这个救济款 是怎么样发放的 经过调查呀 他了解了这样一些情况 他说第一点 上级拨下的救济款 是一万多两银子 而这个支县 发给灾民的呢 只有一千多两 这个不行 这是一件事 那么第二个情况 于家舵村 有一百八十户村民 而收到救济款的呢 只有一百零八户 还有七十多户 没有收到救济款了 这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 一些商人 捐助的救济款 也发了很少一点 就没有了 这三个情况 唐瞻齐了解完了之后啊 他非常气愤 他就判断 一定是官府里有人 相互勾结 把这笔救济款 侵吞了 于是啊 他一气之下 写了一个状子 就进京了 到了京城 又把当地的官府 告到了都查院 那么这个案子 道光皇帝也很快就知道 知道之后呢 道光皇帝 还是一样 跟以前一样 指名道姓 林则徐 立刻把这个案子 审理清楚 让林则徐 亲自办案了 那么林则徐 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啊 认真地调查 他为了避免 这些官吏之间的 袒护 串通 他自己 化妆成老百姓 自己到当地的农村去调查 到这个瑜伽舵村 了解情况 通过走访 通过了解 后来林则徐啊 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结论也是三点 他说第一点 上级发放给东台县的救济款 不是一万多两 而是三千多两 县政府发给灾民的 是多少呢 是一千七百多两 剩下的一千多两 也用于救灾的 其他的这些救灾工作了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于家舵确实有180户村民 而收到救济款的呢 确实是108户 这个唐山旗说的是对的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林则徐了解到 当时的救灾款 不够用 要把180户 农民都发放到位 是不可能的 于是呢 当地的支县 只发给了那些 受灾比较严重的 这些家庭 所以就发了108户 这是第二个情况吗 第三个情况 商人们捐助的那些救灾款 用于干什么呢 用于开州场 就是施舍那些 吃不上饭的这些灾民 所以通过林则徐的调查 他发现 所有的救灾款 都用在了救灾工作当中了 并不像唐瞻奇所说的那样 是被有些人侵吞了 所以说 唐瞻奇所说的不是事实 那么这个案子总得审理 林则徐在审理的时候 采取了三级审案的方式 首先由知府先来审 审完了之后呢 由江苏暗查时再来审一遍 最后自己亲自审案 那么在他审案的时候 他把唐瞻奇叫到大唐上 传唤到大唐上 与当地的官府亲口对治 那么在对治的过程当中 这个唐瞻奇承认自己属于诬告 就签字划压了 那么这个案子总得作出判决 林则徐是怎么判决的呢 他说唐瞻奇也是灾民 也是受灾之人 他之所以到京城告状 也是事出有因 所以对唐瞻奇的处理 不应该过重 当然他毕竟是有错误的 他是诬告 也必须作出惩罚 那么最后的判决是 打了唐瞻奇一百仗 并且代加一个月 从以上我们所讲的林则徐 这些案子来看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这第一个结论 林则徐是一个断案高手 再复杂的案子 在他手里 也能被审得是清清楚楚 水落石出 这第二点 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公正的法官 审判的时候非常公正 无论是对原告 和是对被告非常负责任 不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所以我们说林则徐 是名副气实的林青天 我们说林则徐 办了这么多精彩的案子 在这些精彩的案子当中 表现的是林则徐 严谨冷峻的一面 但是在生活当中呢 其实林则徐还有另一面 这就是浪漫温情 充满了想象力 关于这一点 林则徐都有哪些表现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